被称作是台湾版诺贝尔奖的糖奖 举办了证书设计的竞赛 各个参赛者是卯足全力突破了传统思维 大量运用像是金属、木头等等的复合媒材 也因此设计出了简约古典前卫 而且多元的艺术风格 刷亮了拼身眼睛 来自华人世界的糖奖 被誉为西方的诺贝尔奖 而奖状的样式也备受瞩目 这次邀请全民来参与 包括社会人士以及在学的学生 报名人数将近600人 下午首次公开入围的作品 设计也是台湾现在文创发展 一个很快速很重要的一个领域 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我们卓越的设计 能够彰显去发扬糖奖的精神 那也利用这个机会 把我们的设计跟国际跟糖奖一样能够接轨 可以看到参赛者大胆的运用金属 木头等的复合式媒材 在风格上是一大突破 也让评审的眼睛为之一亮 但来讲的话就说 觉得既然是越高的奖项 那么我们应该很稳重 中规中矩 他很大胆的 所以 这次入围堂奖证书设计作品将在5月20号角逐最后胜利 第一名除了读得100万的奖金之外 更能与唐奖奖章国际设计大师同名齐名 成为荣耀首届唐奖得主的台湾设计师 记得询问家 诚实练台北采访报导